Hello大家好,我是K-San 我是来自Washwatch Enterprise的传办人 那么我们跟别人不同是在网络做买卖 而且我们大多数都是以邮寄的方式 就算手表是几万几十万,都是以邮寄的方式 马来西亚是首个以这个模式去进行 其实每个时代都是有竞争力的 不管你在哪个时代,在古代,在现代,在以后 往往都是有竞争的 只要那个东西是赚钱,它就肯定有竞争 那你如何去保持着你创新 那你就要注意你周遭所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你必须要去推算,去分析 将来的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那以什么模式去经营你的生意 那产品会死,模式不会死 模式会死,产品不会死 你只要用对的模式在还没有人想做的时候 你再在那个风口处,你肯定不会落后 那一时间就吃了 十五个月 你就可以看了 从来对的事情